生肖舌,龙王降服撒黄金,驱出没运响荣华,2024财富愿望成真,鼠舌人接住了龙王赐予的金服,为自己为孩子接住了龙王赐予的金服,招财那服无喜复身,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一直不太好? 你是不是总是遇到一些让你头疼的事情?你是不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,实现自己的梦想?如果你是生肖舌的话,那么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,2024年是你的贵人年,你将会遇到让你一飞冲天的机会。 为什么呢?因为2024年是龙年,而龙和舌是相互扶持,相互帮助。 在2024年里,生肖舌的人会得到鼠的庇佑,遇到极星高照,贵人相助,事业顺遂,财运旺盛,感情稳定,健康安康。 具体来说,生肖舌的人在2024年会有以下几方面的好运,事业上,你会有很多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,你的工作能力会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认可,你的职位和收入都会有所提升,你的创意和想法也会得到支持和实现,你的人脉和影响力也会扩大,你会成为你所在领域的佼佼者。 财运上,你会有很多赚钱的机会,你的投资和理财都会有很好的回报,你的收入和财富都会增长,你的生活水平和品质都会提高,你的消费和储蓄都会合理,你的财务状况都会稳健。 感情上,你会有很多吸引异性的魅力,你的恋爱和婚姻都会和谐美满,你的另一半会对你忠诚体贴,你的家庭和子女都会幸福快乐,你的亲友和邻居都会和睦相处,你的人际关系都会和谐融洽。 健康上,你会有很多保持身心健康的方法,你的身体和精神都会强壮有力,你的疾病和灾难都会远离你,你的运动和休闲都会适度适当,你的饮食和睡眠都会规律健康,你的生活习惯和态度都会积极向上。 总之,2024年是生肖蛇的人的幸运年,你会有很多让你惊喜的事情发生,你会有很多让你满意的成就达到,你会有很多让你幸福的人和是陪伴,你会有很多让你骄傲的自己展现。 所以,生肖蛇的你,不要轻易放弃,不要轻易走开,你的贵人已经来到你身边,2024年能让你一飞冲天。 有福之人留下一句,好运连连,为你和家人接住这好运,从此好运翻倍,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一位禅师说过,你所认为的善未必是善,而真正的善是符合真正的天道的。 天道的本质便是众多善良的集合和体现。 无论是自然,还是社会的发展趋势,都向着更为符合良善的方向发展。 在如今的社会中,大多人都认为,善良的人终究是走不长远的,只有不择手段,才能在最后获取自己的利益和需求。 这种想法,如果只是存在于少部分人身上,其实还是正常的。 因为这世上终究会有阳光照不到的黑暗之处。 可只要光明的那一面比阴暗的那一面要大,那就能维持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了。 而对于我们大多人来说,终究是要选择善良的一面,而不能选择阴暗消极的一面。 为何这么说呢? 因为人所有的善良,就是人应有的福报。 那些选择阴暗的人,不管他们收获了什么,都会身处在深渊中。 有诗云,良善自有天报,作恶中遭天谴。 做人,可以适当自私,可以冷漠,但却不能不善良。 而处事,人可以有自己的小算盘,但却不能不择手段。 而在生活中,并非是所有的善行都代表了善良,并非是所有的自私和狠心都代表了阴暗。 其实,以下五种善行,要比作恶的危害更大,终究会减少人的福报。 一个人最为基本的性格品质,就是要拥有自己的主见,不能人云亦云,随波逐流。 生活中的许多人,他们看到别人做什么,他们就去做什么,丝毫没有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,便去做事,活得像没有灵魂的人一般。 曾见过一些人,他们被人利用,成为别人手中的棋子,别人叫他怎么做,他就怎么做。 而这些人,他们认为自己被人利用,就是帮助了别人,让别人收获到了幸福,这便是自己的福报。 可实际上,没有主见的善行,那只能算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的行为而已。 02,救助邪恶的善行,会减少自己的福报。 有这么一个猎人,他经过树林的时候,偶然遇到了一匹受伤的狼,那匹狼已经奄奄一息了,可他却不忍心下手。 后来,他就把这匹狼带了回家治疗,给他最暖的窝,给他最为鲜嫩的肌肉。 刚开始被人圈养的时候,其实这匹狼是很乖巧的,并没有过激的反应,而是猎人怎么做,他就怎么伪装。 可是,当这匹狼完全恢复之后,他便在某一天晚上,对这个救助他的猎人下了狠手,恩将仇报。 所以说,别用自己的善良去救助那些胃不保的白眼狼,因为这是没价值的,也会给人引来不必要的祸患。 在职场中,有一种人活得特别悲催,这种人就是善良的老好人。 不管别人怎么使唤他,他都会帮别人做事,哪管这件事会损害自己的利益,他都毫不在乎。 在他心中,总是有善意在支撑他前行。 而这种过分泛滥的善意,终究成为了他们倒霉的主要推手。 不是说人善良就会有好包吗? 为什么人过分良善的背后,会引来霉运和祸患呢?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,没有原则的善良,只会被人是做事软弱,被人是做事愚蠢。 人,不需要说对谁都特别好,只要在原则内去行使善良,那就足够了。 所有的善良都是人的及时反应,都是人真实内心的表现,而不是装出来的。 有些过分刻意的善良,往往就是人伪装出来的。 这些不是真实的善良,其本质就是人心的欲念和罪恶。 就像是有些人,他们认为刻意放生就能获得福报。 所以,他们买来了大量的动物来放生。 可是,放生如果有用,那么人类为何要抓捕这些动物呢? 人的福报,不是放生放出来的,也不是刻意做善事就能实现的。 因为过分刻意的善行,只会损失自己的钱财,损失自己的精力。 有一位老禅师说过,人这辈子最大的善良,就是感恩。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,他绝对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善者。 为何说感恩的行为,就是功德无量的做法呢? 因为人的感恩,就是符合天道的。 父母养育了我们,我们要感恩父母,这是我们最为基础的善良。 朋友拉了我们一把,帮助了我们,我们要感恩他们,这是我们最为实在的善良。 生活不管怎么伤害我们,我们要感恩生活,这是人最为脱俗的善良。 只要人懂得感恩,懂得珍惜,那么这个人,绝对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 因为感恩,听起来很简单,很常见,可实际上,能做到的人却不多。 很多人,他们都行走在忘恩负义的道路上。 所以说,要想做善事,表善心,那不妨先做个懂得感恩的人。 如此,你也就成功了一半了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